好接著我們在外面這邊要先來建一個Google的文件 建立這個Google文件的用意是為了類似當作載體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我來顯示一個叫做 專案執行好了 專案執行那這個專案執行是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我們寫的程式套進去這裡面 那讓他可以做了我們來看一下這時候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來發布然後以外發程式模式執行測試 那這邊就是原則上這邊我們都不會動 那選取文件的話就選我們剛才要做的叫做專案執行 選取 好 儲存 好 這樣的話我們的 碼就會 應該會這個在這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你會不知道他這個 是不是有載進來 我先來看這邊是不是會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再來設定一下 那我們來做一下第一種的方式 到時候我們會希望說 我開啟這個專案執行的時候 他上面這邊會多一個選單讓我們去選 好那我們先來做一個東西 他這個好像方法叫做 uninstall 方法我們來測試一下 那他有幾個比較常用的方法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那個google的文件 所以我們學的時候就是 可以參考一下google他官方的說明文件 但是他這個說明文件是寫的蠻複雜的 我看一下 builders google docs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底下的程式 就是他這邊有一個是 方選google 然後帶一個參數1進來 你把它複製起來 就懶得打了 那其實這個他的意思是 有點像是自動安裝進去 就是如果你這邊發布已經給他的話 對給他的話 對給他的話 那他會自動的把這個程式 安裝進去 據我目前了解是這樣子 那他因為這裡他是去複製一個 unopen的方法 就是他會去類似自動開起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 把它複製過來 這個有點像是自動開啟 所以到時候自動開啟就是會放在上面 那底下的這些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就可以寫一些程式 那他程式開始 我們因為是套用在這個google的文件 所以他的寫法就是 doc document app 這是固定的 如果你是文件類型的app 就是這樣子 那他會有打完之後一樣 他會提示很多方法 那裡面有一個叫做 getUI getUI就是這個使用者介面叫做UI 所以他把先把文件 我先打開一下 這個文件裡面的你看到的東西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他去建立 一個add on的menu 但是我不建議用add on的menu 因為add on的menu他會 會被丟在裡面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add on的menu 好 我們一樣先打一下 先解釋一下這一段 那通常不會用add on的menu 因為覺得add on的menu比較麻煩 好 那 我們先來執行看看 等一下 好 等下 進去 遺漏 少了一點東西 好 選這個 專案執行來測試一下 那你是希望你觉得说 都没有什么变吗 其实他是在这个外挂程式 这边有没有 你之前的那个专栏的名称 这边就有一个start 那他start就是 他的add on就是会 add on的menu 就是会在这个外挂程式 这边 那这边一个start就是 这边这个名称 这个字就是标选单的名称吗 我们来储存一下 等一下要重新整理 这变成一个明改的名称 那他会去估价一个方法 叫做show sidebar的方法 那这个把他这个名称加进来之后 再去把他加到那个add to UI 就是把他加到这个UI界面的这个里面 那通常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来写一个我们用的方法 一样只要你是Google文件的话 一样就是以这个Document App开头 然后把使用者界面取出来 然后把使用者界面取出来 那直接去建立一个 底下这个选单 上面这个是外挂显示 那这底下create menu 然后他有一个option 那就是标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建立的 这个叫派宝贝 标题 那到时候他这边 就那个文件的上面 这边就会做一个派宝贝 三个字 那我们会加入一些选项 比如说我们也是一样做一些侧边栏的东西 所以我习惯是空四个 然后他可以去加入一个项目 项目就是里面的那个选单 比如说这个就是item 所以我们来加一个item 我们从来他会提示 你看底下这边会有一个标题 那会有一个方训练 就是方法的名称 然后选这个 那这个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立课程好了 课程 管理 那方训就是 名称 那你要用单领号也对双领号也ok 然后跟他一样好用单领号 那有时候 用他的编辑器会比较麻烦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用一下 另外一套编辑器来撰写 会比较方便 但是他的里面编辑器的好说就是说 他会带出一些里面他自己的提示 他会带出一些里面他自己的提示 所以我们加进来之后去把他 他 他到 UI上面去 他上一个就不要了 付出 好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 测试 为什么没有出来 看下 看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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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說這個會自貿區估教應該是沒錯 不是 應該是為什麼他不執行呢 所以看起來這種獨立的方式算起來好像比較有問題 好那我們來直接在專案裡面做好了 在工具指令碼編輯器 來做測試一下 其實一樣嗎 我把這個呼吸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重新整理一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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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一小部分有问题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方法的名称 来发布一下测试一下 好,那这里爱宝贝就出来,那就会有一个调课程管理的 那这样也可以顺便让我们知道一下,就是说 它这个执行当中如果有出现错的话,它整个就会挂掉了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边可以先去做一下测试 做一下测试,比如说我们先选一下一次斗 然后做一下测试,那发现这里有问题 第11号,因为它我们没有开启这个 这个文件,所以它这边出现问题,不然应该是OK 好,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测试